歡迎收看今天的產業禁報 我是張東旭 馬上先來帶您看到今天的產業動態 因應中貿易戰 台灣中金院表示 中國大陸的台商将近兩成評估回台灣 2020台積電5奈米AI商機亮眼 光學廠調整腳步 台灣的大力光專注手機 啞光強攻車用市場 台灣超商各出其招 搶中延節300億新台幣的採購商機 來關心台股表現 受到美股週二拉回的影響 台股今天翻黑走弱 電子三雄其下挫 台速四保同樣表現疲弱 國泰金、富邦金等金融全值股 也未能走仰表態 在電金和傳產全值股同步下挫之下 指數跌破了5日線 回測10800點關卡 市場近代 明天的台積電法說 釋出的對下半年的產業展望較明朗的看法後 大盤才會有較明確的方向 提供給您參考 繼續請看今天的《財經100秒》 古王大立光布局車用鏡頭雙機超過5年 官方16日透露 重心將在手機鏡頭 車用鏡頭將不會再投入資源 媒體報導 大立光決定基於三大考量 包括車用鏡頭少量多樣化 規格較手機應用低 沒有喊下全 決定退出車用市場 德國汽車製造商 賓士母公司戴姆勒 三個星期內發布兩次盈利警告 共識幾億歐元虧損 撼動汽車製造業 據稱造成嚴重虧損的主要原因是柴油車排氣醜聞 和日本高田安全氣囊問題 中國本週公布第二季GDP成長率為6.2% 創27年最低 國際金融協會近日報告顯示 中國目前的企業家庭政府債務總量為GDP的303% 佔全球債務約15% 針對陸資違法投資大同案 金管會表示 中國龍鋒企業持股18% 以全數出清 而龍鋒還沒有繳納罰還402萬元 以遭執行署執行 新唐人亞太辯士整理報導 為了發展交通數據產業 台灣的交通部今天舉辦了產業論壇 部長林佳龍表示 交通部已經整合好各項大數據資料提供民間使用 希望帶動數據產業的發展 也藉此推動台灣邁向AIOT的新時代 創新的基盤最重要的就是要靠資料的治理以及運算 為了支持台灣交通數據產業 交通部17日邀集產官學界舉辦產業論壇 國發會主委陳美玲在支持時表示 那數據資料必須經過有效的運用才能發揮價值 數據運用是國際競爭力的戰略物資 將主導國家未來走向 陳美玲說政府在開放資訊時也會有保護機制 台灣會依照聯合國組織中開放政府夥伴聯盟裡面的要求事項 在年底前提出台灣的國家行動方案 另外陳美玲也贊取交通部的數據平台 一達四星級水準 資訊運用以及治理領前各部會 大數據的跟AI的結合這方面事實上也是龐大的一個產業 那也需要人才的培育 我們交通部很樂意來作為這個平台 那來推動台灣能夠邁向我們未來AIOT的時代 5G的應用 林教榮表示交通部擁有最多的數據資料 大數據不只可帶來龐大商機 也可對道路安全、災害防救有所幫助 交通部未來將持續輔助數據應用型新創產業 並透過人才的培育 加速數據產業的發展 讓台灣成為智慧國家 新唐聯合電視時間的黃雷鋒 台灣台北報導 帶您看到今天的國際重要財經報紙訊息 彭博社摩根大通預估 美國聯準會將會降息 調降全年淨利息收入財測 金融時報二月數據顯示 標普500大企業庫藏股續創新高 華爾街日報美國財長美努欣表示 川普和國會即將達成協議 提高美國的債務上限 日本經濟新聞日利分離子公司 進行多樣化企業經營改革 近年來台灣政府大力推廣再生能源 先前設立2025年太陽光電裝置容量達20GW的目標 在屋頂型的太陽能發展方面有望提前達標 這也為台灣低迷的太陽能產業景氣注入了一股新的動能 而彰化縣因為日照的時數是全台灣最長 許多的工廠也開始建置太陽能板 而相關太陽能的系統商是紛紛瞄準在地的太陽能板的建置需求 也有業者以一條龍的整合服務搶工商機 政府推動屋頂重電政策 根據統計 2018年太陽光電設置量約1.055GW 地面型安裝量為226MW 屋頂型則是829MW 占比高達78% 目標2019年安裝1.5GW屋頂太陽能 其中彰化縣日照時數為前台最長 有前台最好的太陽能發電效能 及海上風力發電場域 許多在地工廠也開始建置太陽能板 工廠就變得比較涼 然後再來就是政府講 就是節約能減碳 這樣也不錯就是可以賣電 然後我覺得這個對整個來講都很好這樣子 以最佳玻璃工廠為例 根據試算公式 以500坪的工廠成本大約1146萬 以台電每度收購電價4.5766元 20年後可獲得累計約超過2832萬元 投資報酬率高出以倍 吸引民眾躍躍欲試 不過業者表示想安裝太陽能板 還要有這些條件 防屋一定要合法 還有在結構上也不能太老舊 因為會有安全的餘力 再來看他屋子的坐落是否有遮音 總經理劉宇龍2014年進軍太陽能產業 在當時台灣太陽能產業正處低迷 劉宇龍選擇相對影響較小的系統選核領域切入 包括太陽能光電系統規劃設計 系統安裝及施工等一條龍的整合服務 小到一顆螺絲都嚴選台灣製造 在太陽能板的建制上 以業務善環境為目標的劉宇龍 有自己的堅持 只要是兩點我們不會去參與施工 對客戶的評估我們都要依照現行的法規跟法令 如果有違這些法規法令 這方面我們就不做 除了送結構計算書計算之外 我們還會去找鋼構廠 金屬加工廠 他們會去跟他們做討論說 怎麼樣的熱處理跟結構是比較符合 我們現在的這個氣候條件 因為我們這個一套系統是要使用20年 甚至更久 放眼望去 2700坪的工業用閒置土地 是滿滿的太陽能板 這是劉宇龍的第一個案子 也是當時彰化少見的大型案場 因地理位置靠近海邊 劉宇龍使用特殊防鏽的粗鋼鐵 也特別加強太陽能板邊框設計 結構扎實 看不出來這裡的太陽能板 已經歷一年多海風與氣候的洗禮 蓋房子的那種理念 的工法來在蓋這個太陽能板 而且我們這個每一個基礎蓋的時候 早晚都是要再澆水 都是以蓋房子的概念下去弄 其實劉宇龍是土生土長的彰化人 原本在紡織廠工作 有感於氣候變遷 造成地球暖化等問題 在開台的鼓勵下決定創業 也踏入太陽能領域 初期我們在推廣 其實德國還是比較喜歡台灣 因為他雖然小 但是他就是很方便 很有人情味 氣候適中又適合居住 所以我會希望 這塊環境不要被破壞 那保留我們這塊淨土 現在劉宇龍擁有電子背景的兒子 劉仁豪也加入團隊 壯大公司營運 並與產官協界合作交流 強化專業技術 透過綠能 為在地發展 盡一份心力 帶您看到明天7月18號週四 有哪些重要的財經活動 台積電法初會 金華碩天智威出全席 美國公布上週初領失業救濟金人數 亞馬遜正式關閉了 中國大陸電商平台服務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產業驚爆》 我是江東旭 我們明天再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